第十一届花莲台彩威力杯全国少棒赛 12月2号到5号1年4天 要在国福棒磊球场举行 今年主题是威力少棒挥出希望 回篮竞技实现梦想 有21个县市22支队伍要到花莲来交出百万奖金 第十一届花莲台彩威力杯全国少棒赛 12月2号到5号1年4天 要在国福棒磊球场举行 花莲县政府特别北上召开启动记者会 花莲台彩威力杯可以让花莲的孩子 不需要周车劳等 就可以和各县市的精英来切磋球技 也可以让外县市的少棒选手到花莲 在好山好水好人情的环境之下 可以展现球技发挥实力 日本的家庭人 但是如果谈到国小的少贩 我想谈彩威力坚 绝对是现在我们台湾是一种丑好 所有少贩选手想要来参与的目标 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努力之下 我们希望每一位到花莲来比赛的这个球员 都能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在花莲县政府集体会大力规划之下 我们这过去的十年来都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来参加花莲威力杯台彩少棒赛的这些小朋友 都能够满载而归 这个比赛全国我想长不到第二个 第十一届花莲台彩威力杯全国少棒赛主题是 威力少棒回出希望回篮竞技实现梦想 总共有21个县市 22支队伍要缴足百万奖金 花莲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表示 目前只剩下连江县马祖没有派对参赛 希望明年可以邀请他们 让最后一块参赛版图可以完成 大花莲新闻台北市报道